云山一人便可解决嘉行天与海伯东 为何至今为止还没统一加玛帝国呢 众所周知 加玛帝国如今最高战力 只有一位斗宗强者 这位斗宗便是云南宗现任宗主云山 要知道云山这个人野心是非常大的 在他没有闭关前早就想统一整个加玛帝国了 只是当初他还未突破至斗宗 而加玛帝国也有几大斗皇强者 其中实力较为突出的便是加行天以及海伯东 如今他已经突破至斗宗 凭他的实力想要解决加行天以及海伯东 想必不难 那么为何至今为止 他还没带领云南宗统一加玛帝国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虽然如今云山已经突破至斗宗 但是他这个斗宗是拿丹药强行突破上去的 可以说是个伪斗宗 真实实力与真正的斗宗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要我说打一般的斗皇还行 但他要是跟加行天以及海伯东与死网破的话 即使最后赢了 想必他也会受不小伤 所以他不敢冒这个险 没有直接动手的原因 其实也是想等到云南宗斗皇 培养到一定规模 然后对加玛帝国众多势力 进行一网打尽 但遗憾的是 云山没有算到硝烟会这么快回来报仇 但说句不好听的 加行天与海伯东等人 对硝烟决战云南宗 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帮助 云南宗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只要云山一死 硝烟从黑角域带领的众多强者 就能与云南宗这些人 五五开了 对此 大家有何看法